星爷能够有今的喜剧之王的地位 除了他的个人天赋和努力之外 其实有个人是不得不提 这个人就是他的百乐 李修言 修哥 话说星爷最早入TVB 当时是做跑龙套 做了几年跑龙套之后 后来就去做儿童节目 但他那种风格都是很无厉害的 所以一直都不太好 后来很难得有部戏 1988年有一部叫做暴风汉子的电影 男主角就是曼梓梁 女主角就是李美鳳 星爷里面做了一个角色 但很遗憾这部戏 不是那么卖座 星爷第一部电影 居然不卖座 当然会有意志消沉 但在这个时候 反而碰到他的百乐 就是修哥 修哥既认得星爷做过儿童节目 觉得他的风格是另类的 不如找他一签就签十部戏 然后第一部就做《霹靂先锋》 居民当时的片酬是只有几万元 但是对于星爷来说 能够在第一部暴风汉子不收得的情况下 还有一签签十部 接着还可以派一部这么多气氛的霹靂先锋 星爷当然很乐意 结果霹靂先锋也给星爷带来了 最佳南配角的奖务 也都令星爷事业更上一层流 从此TVB也非常重视星爷 在1989年就找了星爷 拍了《开西河》 和《他来自江湖》 两部都是主角的 从此星爷就真的越来越好 接着到90年 赌盛 星爷创下电影票房的纪录 从此他就奠定了星爷这个地位 但他和修哥其实签了十部片约 为什么他可以拍《赌盛》呢 其实话说修哥是爱借给刘振伟 他们拍这部《赌盛》 赌盛好卖了之后 修哥说我自己又先拍一些 修哥就拍了两部戏 一部就叫做《龙的传人》 一部就叫做《情圣》 《九遗憾》 这两部戏都不是这么卖了 修哥又觉得 为什么人家拍就卖了 他拍又不是卖了 就没那么卖了 这个时候永城电影公司的 向华胜先生和向华强先生 就想找星爷拍戏 修哥就说不如这样 把本药卖给永城 反正赚回中间价 这个中间价也挺多的 赚回钱就算了 星爷就这样 就去了永城拍了一系列 《陀佛威龙》 《唐八虎》《点秋香》 《九稳芝麻官》 这些经典的电影 也都奠定了 他的地位是无可代替的 可以这么说 如果当年不是修哥 为眼色英雄 找星爷去拍戏 然后星爷就根本 不会有一个翻身的机会 接着 如果修哥仍然是牢牢地 不肯将这些片药 卖给永城 一路都是我自己拍的 星爷也未必可以 屡创奇迹 拍到这么多不同类型 这么多精彩的电影 所以到最后 当然有些人就会说 星爷是一个会发光的 就算九二、九三年 拍不到那些《陀佛威龙》 这些经典电影 到最后都会发光发热 但大家没有想到一样东西 到了九五年 因为有盗版的关系 所以香港的电影进入了低谷 当时你就算拍什么戏 都被盗版搞到你的票房很差 所以如果星爷错过了 九一年至九五年的黄金时间去拍电影 他的成就肯定受到限制 所以可以说 星爷是帮了李修言赚了很多钱 而李修言也帮星爷奠念了他的地位 当然很多人就说 哎呀他们两个好像不是那么对的 好像是细成水火 这些是外人的看法 我的听闻就是 星爷一直都很感恩修哥 而修哥一直都很赞赏星爷 说他的演技是另类 是别创一格 前无古人也都后无来者 所以大家不要常怀疑 他们两个是会有心病 这是你们的看法